斑斑五六平 雄和清素心 常说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政府要为各位装冷气 109年7月 政府启动斑斑有冷气政策 全国超过3000所中小学 进行学校电力管线盘整 改善 装设超过18万台冷气 这次我们台电公司配合斑斑流冷气政策 规划冷气走专用回路 加速电力改善 也动员了24个区处来协助全国的学校 遇到缺工缺料 我们更协调工班 甚至派人到工厂紧盯出货 克服不同的区域限制 同步施工 准时倒料 不让任何一所学校 因为地域的限制而受影响 我们这次总共有3400个学校 22个县市 我们在连连调度上 真的是第一次碰到 我们这次总共有动员了差不多2300位的公班 我们给它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中央跨部会 地方政府 学校和民间的共同投入 让斑斑有冷气 在今年2月提前实现 全国中小学装设具有智慧管理功能的 一级能效冷气 冷气装设融入学校环境 这个施工方面 用电按键一定要最重要 现场的施工组一定是要配有现场 就跟积木一样 每个环节你绝对不能把它省掉 虽经很简单 一直限日牌 但是问题是美不美观 会不会牢固 重点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DMS能源管理这个平台 能够让学生跟教职人员及时地看到 现在发电多少 那使用电力多少 做一个同步的环境教育 节能简单的教学 运用学校销售屋顶 设置太阳光电 除了遮阳 隔热 让学校也能协助发电 往年学生汇汗如雨的学习情况 都将成为过去式 今年夏天 全国部分偏乡或都市 让孩子们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学习 省 strength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一下